音樂 好,所以這個機器是防止它過頭會摔下去對不對 所以那我們先來示範一下過頭的話會怎樣,安不安全 想要不安全我就不練了 好,OK 1,2,3 好安全喔 好帥,這樣好帥,來 來來來來 對啊,你就這樣啊,拍然後我把箱子全部披掉就好了 感覺超安全的,立馬的手鼓一波 而且瞬間起來的話就是 隨消是零 瞬間,你要怕 那我要怎麼操作 我覺得之前到的天堡 我覺得你先站在那天堡圍 哈哈哈哈 那如果有意外的話 但是目前現在沒有什麼太大的意外 對啊 哈哈哈哈 扔下來扔下來扔下來 哈哈哈哈 有感想是什麼 哈哈 感想是還蠻安全的 哈哈哈哈 就覺得What the fuck 再來就是瘋狂練習 練心臟 尋找平衡點 你帶的那個 反正是貼在多一點 試一下好了 我試一下好了 我現在其實只要你這樣而已 其實不難 想像車子是個敲敲板 抓到最中間的平衡 靠的就是油門跟煞車去平衡車子啦 這就是示意圖 請問一下老師今天呢 這兩 是不是帶來另外兩位 這都沒有學過的 車上那一位 車上那一位 可是他是不是本來就會有一點孤倫 路上的 對對對 好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來一個對照組就是 這幾位新手朋友們 然後等一下 經由這個器材 會不會你知道 看誰 適應的比較快 適應的比較快 適應的比較快好不好 剛剛我玩了一下真的 很安全好不好 很好玩很好玩 然後讓我們看一下等一下 我會不會進步一點 我們現在輪到第二位人兄了好不好 他先要先 第一步是什麼 要來學習什麼 爛動 怎麼樣 怎麼樣 翻過頭 對 怎麼樣翻過頭 來來來看一下 好來我們現在表演 就是換剛笑最大聲的要來了 我沒有笑最大聲的 來來來準備 過頭不可怕 可怕的是 可怕的是你不敢過頭 呵呵 好 他又毀了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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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很輕鬆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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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用多於油門的平衡點 不過隨著練習大家感覺好像都慢慢的越來越好 再來就讓我們看看下午的成果吧 唉 練習時間到了 OK 讓我練習 好 先讓大家練習一下就是抓那個平衡點 如何彈到那個高度 還蠻順的 不過是靠油門在待 我們希望是說不要用油門 就是靠油門剎車然後可以順一點 像剛那個還不算及格 有喔 練車就是這樣瘋狂的去練讓身體記憶入 所以其實就是很多人都說要怎麼練 真的不管是什麼只要是騎車都沒有捷徑 下午呢 漸入佳境然後進步神速 所以大熊老師說 嗯 感覺可以來挑戰看看 孤輪十秒了 為何無問題 不容忍 即將也進步神速出現 再次增加你 又進步神速補給神速度 更痛難 再次增加你 Enfin 感覺 太緊張 便利 OK 相信各位有沒有看到 今天我成功的達到10秒的孤輪 上禮拜猜的有沒有 朋友們 好不好 你有猜對了嗎 OK 猜對了沒有獎品好不好 不過在這邊還是要先問一下 就是大熊教練 請問一下你覺得我的經驗 今天今天的表現如何 非常不錯 因為早上其實在一開始 在練習的時候的第一次 我就已經看出來 應該是不會有太大的意外 一定是可以10秒成 就是一看就知道這傢伙是練武奇才 對 所以我想還是大家應該很好奇說 今天我來到屏東 那做一個這樣的學習 上這樣的課 那會不會有辦法像康康這樣子 或是他練習的時間 那這邊我還是分享一下 我今天練時間其實斷斷續續的 那實際大概是2到4小時 那我問一下說 那大熊教練其實平常你的經驗 大概會落在什麼樣的時間 大概8個小時上下 可以做到像剛剛今天這樣子的10秒 就基本上你遇到的一些學員 大部分都落在這個時間嘛 對大概都是在8個小時左右 所以其實一天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 會比較累 對會很累 如果集中在一天的話會很累 其實學習效果不會很好 對對對 因為你剛剛也知道說 其實我們一開始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會 上半身會僵硬 其實剛剛也花了很多時間在 對 去學習放鬆 真的 放鬆真的超重要對不對 對對對 騎車其實一直都是放鬆這件事情 對 因為 大家對於位置的東西 或是不清楚的東西 你不知道極限在哪 你就是會有恐懼 你有恐懼你就會緊張 你就會緊張以後 你對車輛操控就沒有那麼好 就連我這樣 我可能在騎賽道 我可能會知道說 要怎麼去放鬆 可是 在於這種比較短時間極限的東西的時候 我反而會覺得 哇 我會崩 然後我知道我很崩 可是 我要試著去慢慢學習 慢慢去克服這個障礙 所以我覺得我今天真的學到還蠻多的 就是我覺得 煞車油門這部分真的 有很大的幫助 尤其我有時候覺得說 乾阿孤輪不就是車技 就是人家耍帥 不過其實今天教練跟我講以後 我發現其實 很多東西就是你真的要去試過 然後你要了解這東西 其實我們一直推廣的就是 你要去了解你自己的極限 去練習 去玩這些東西 當然孤輪我覺得他真的很好玩 但他副駕的價值其實就是 你可以理解到說 其實玩車有很多種方式 再來就是 我可以利用這些空地的練習 去讓自己熟悉自己的車子 然後了解說 喔原來 這個甜蜜點 或是這個車子的高度 或是這個油門跟煞車要怎麼控制 因為平時你在山路 這樣子 不管這樣做都是很危險的 對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 學到蠻多東西的啦 是 那就是說 大翔你覺得說在 特技 這一塊或是這個學員 上課這部分啊 你是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想跟大家聊一聊 一般孤輪來講的話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說 我今天距離要拉很遠 才叫 會孤輪 那一個公尺可能就只有一秒兩秒而已 嗯 因為很多都是 高速的 就是很高速的這樣去 而且相對也危險蠻多的 對對對 所以我們一直在提倡 我們玩特技一直在提倡就是說 你要學會後輪的平衡 後輪的平衡 如果學會了之後 你相對於對孤輪來講的一些動作上面的 要求 你會比較到位 比較不會就是 就是 硬幹啊 亂弄這樣子 對對對 不過還是跟大家講一下 就很多人說 為什麼我們要 比如說我們要之前在那邊 做空地摩西的教學啊 或是 現在甚至現在跑來幹 學孤輪 是要尬 壞小孩大小的 沒有好不好 請大家了解 我們做這些東西 其實很單純的理念就是 好啦 你說 我不要教大家 不要山道悲賽道 不要在山路摩西 然後甚至說 不要在山路孤輪 或是不要在平面孤輪 跟你講不可能 很多人還是去照做 但是他因為沒有正確的知識 他沒有舉行 這些錯誤的東西 他今天沒有出事 所以還是希望藉由這個頻道 讓大家了解說 我不如教正確的東西 正確的觀念 那你學好了 再去實踐 那反而是最安全的 是 那最後一個時間就是 交給好不好 大雄教練去Promo一下你的活動 你的課 其實每一個運動的文化裡面 都是有它存在的一個價值 那我們今天這個課程 是為了要讓大家就是 就是了解 可能大家以前都認為說 顧輪的話是 就只是油門這樣含著啊 這樣這樣這樣在騎 然後換檔什麼有沒有 但我們這邊教的是 你的油門的細膩控制 跟你的煞車的控制 讓你可以在 零微的時候 可以救的回來 對 那相信對大家在騎乘上面 會有很大的 幫助跟體驗 幫助對跟體驗 然後新的視野 你會看到一個新的視野 而不是就是 兩個輪子騎得好好的 幹嘛孤輪 對 真的很好玩 我覺得真的 重點還是我覺得就是 一個很好玩啊 我覺得就跟一群車友 這樣子訓練練習 然後學習 我真的覺得是蠻好玩的一件事情 是 所以假如對這個活動啊 你有什麼想法 或是你有興趣的話 麻煩私訊我的粉絲團 或是 大雄教練的粉絲團也可以 那粉絲團是什麼啊 我記得好像很長對不對 對你直接 直接 好你再給我 這邊應該會Key有沒有 這邊會Key一下 因為 它名字太難記了對不對 像康康姐姐多麼簡單 好希望今天介紹這個 這個特技有關的題材呢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假如你還有什麼想知道的呢 麻煩在下面的人告訴我 這禮拜康康姐姐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影片 麻煩按讚訂閱加分享 好不好 然後讓我們 下禮拜再見 啊 OK 嗚